在我們講說口梯一拔針之後 面對我們又把非洲之溫擋住 那現在亞洲地區只剩下 就是特別是東北亞之後 我們跟日本都還算有出口的機會 過去的24年 每個人都在努力這件事情 每個階段即便是一個沒有成功的結果 對我來講都是一個經驗 這個口梯一的來源呢 最大原因我覺得還是在大陸的豬肉走私 中國85年差不多 86年在這個發生的前兩個月 走私了三次在我的豬場裡面下貨 因為他們走私的路徑 就在我的這個廠的後面 他頭前肌漲潮的時候 這潮水就漲到我這下面 只有這一個地方上來 這裡可以停留卡車 他一次的話 差不多60噸到80噸那個貨物 那裡面什麼都有 而且都是臭的鑰匙 1月1、2、2號剛好過年 早上我5點多起來 我就會到產房去 一看到產房上面那個小豬有沒有 整床都死亡 整床都死亡的時候 看到母豬那個體脂 還有那個嘴巴有水泡 體脂也有掉落 那我就意識到這個東西 是口啤液 15天後來就派了一個 好像姓陳的一個年輕的一個博士來 來的時候 他說你這個不是口啤液 是水泡的 因為沒有人敢講這個口啤液 這三個字啦 因為講出來就很嚴重了啦 一消毒完第二天早上就死了200頭頭 到2月17號 禮拜六一確定的時候 禮拜一就安排菩薩了 那一天菩薩的1426頭 一天的時間一下子全部躺下去 那種心情那是很難說啦 真的不曉得怎麼形容就對了啦 那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跟你講 常常都還在聽到那個豬的叫聲 真的沒有斷過 當我們一撲殺的時候 那是禮拜一開始 所有的肉餅市場就在抓到口啤液了 那你一抓到那個場就爆了嗎 口啤液一進來的時候 當時執政的當局呢 他們用了這個疫苗 因為他們害怕 這個口啤液一下去呢 可能整個國家的豬都要鋪殺掉 事實上是不來 你打疫苗 雖然他沒有臨床病例 那沒有發病 不代表說 這個病毒就不在你這個豬場裡面 打疫苗的分析區呢 你的生鮮豬肉還是不能夠輸出 在2004年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有一個 口啤液的一個撲滅計劃 事實上到了2008年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已經 五至四的那個豬都沒有打疫苗 那個時候如果再進一步的話 那就可以拔針了 可是沒有辦法 那時候政黨輪替了 政黨輪替以後呢 馬上說這個口啤液的 撲滅計劃停止 重新 把所有台灣的那些豬呢 再打疫苗 那這個疫苗一打下去呢 根本就沒有辦法來清除啦 16年 又政黨輪替那時候民進黨執政 他們就希望把這個口啤液拔針 這個2019年拔針 到了今年的7月 我們的政事有得到這個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所以核下來說我們是一個非口啤液的疫區 當時如果你撲殺了400萬頭 如果再撲殺了200萬頭 所付出的非常的變不很多 可是你這個22年來 每年都花20億左右來預防這個口啤液 問題是影響到你這個養豬的產業 豬肉不能外銷 那麼我們過去每年外銷 日本呢是有占了差不多五六百億的一個產值 發生口啤液會覺得說 哇這台灣的市場真的是會萎縮很多 也發現說很多外商因為口啤液市場萎縮的關係就撤出嘛 那我們自己是台灣的廠商 那也願意為台灣做一點貢獻 那一段時間其實是很多人都不想養 公司就整個把它買下 所以當時我們這個廠的設定 其實是一個是做試驗廠 一個是做示範廠 示範廠除了說豬肉廠的環境要做好 你的疾病房子也很重要 所以那生物安全自然就會是首選 如果你沒注意 你沒注意它又可能又再來 在我們講說口啤拔聲之後 面對我們又把非洲汁溫擋住 那現在亞洲地區只剩下就是 特別是東北亞之外 我們跟日本都還算有這個出口的機會 過去的24年 每個人都在努力這件事情 每個階段 即便是一個沒有成功的結果 對我來講都是一個經驗 我們希望我們台灣豬肉的這個品牌形象 不管將來能夠出口多少 總是要把這個品牌做出來 不管是在養豬的技術也好 不管是在污染防治也好 或是整個生產體系的一個提升 我們可不可以在這塊可以再做得更好 即便是在沒有標章的狀況下 我只要不要說產地台灣產 那消費者這樣的信心 那就會自動去買 那也是一個對整體產業 將來的那種有一個期待吧 我們可以做個生產的機會 如果大家可以看見 我們會不會有我們的那種